现代人谈恋爱真的太辛苦了 除了要好好经营爱情 我们也要稍加观察对方 到底是过分殷勤还是过分冷淡 代表他想要分手呢 关于双子 想看出他分手的心一点都不难 当他对你没感觉了 那就是不耐烦之情 异于言表 本来双子如果想跟你好 那对你真的是万分的注意 而且也相当的殷勤 相当的热情 一切以你为主没有问题 可是当他不耐烦的话 你可能连排进他schedule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会显得很忙 跟外面的人的约会都比你还要重要 而且事情怎么有一种忙不完的感觉呢 再讲白一点 可能连爱都懒得跟你做了 宁可把时间拿去外面 忙其他的事情 等他找到下一个目标 不托泥带水的双子 是马上就会跟你说拜拜咯 天生爱玩的他们 经常是放着另一半 自己去放飞 而且外形抢眼的他们 经常从事抛头落命的工作 在外面呼风唤雨 异性缘当然也是挺好的 要搞清楚哦 是因为爱你 才愿意为你稍加停留的 一旦没了兴趣 或是感觉不妙 那他很可能就会考虑离开 可是在还没有说清楚之前 你最常感觉到的就是 他经常的不见人影 不接手机 或者是各种瞎扯淡的理由 都说得出口 因为他们在说谎的时候 是可以很无耻的 如果一个水瓶座想要结束关系 这其实是不容易的 那他们就会瞬间切到外太空频率啦 最擅长的那就是冷战了 或者是看你好像在看怪物一样 或者是你正在发大脾气的时候 他忽然笑出来 因为他好像在看戏 这种就是已经频道不太对劲了 因为照理说 他如果很关心你的话 你的抱怨他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他会有人的反应 所以当他没有人的反应的时候 就是你要注意咯 跟别人讨论你的事 好像在讨论他的困扰一般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警讯了 而且如果他们消失很久之后 突然又出现 你以为他是来跟你沟通 殊不知他很可能说 我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摩羯座是什么星座 当然是很谨慎啊 他们对感情可是很用心的哦 这么认真又一丝不苟的他们 如果想要分手 那他会怎么做呢 食言呢 迟到了各种有失严谨形象的行为 纷纷出拢 你觉得有可能吗 他们的个性当然是不可能啊 这代表他的心已经不在你身上了 或者干脆一头栽进工作里 这是有差别的哦 他们本来就是工作狂 但是工作狂到 连对你的责任义务 都有点忘记的时候 嗯那就不妙了 这意味着他正想冷淡你们的关系 要让一个金牛座信任你走进一段关系 这可是不简单的 而动念结束一段关系 他们也不太能够做得到 不善言语的他们不会跟你耍嘴皮子 而是会用身体行动来说明一切 当他连碰都不想碰你 不关心你的生活也不再为你吃醋 冷漠就说明了一切 连对你的付出都开始变得斤斤计较了 这顿饭多少钱 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衣服 触动了他的价值系统 这时候的金牛 其实就在等你跟他提分手了 巨蟹座要开始分手之前 那就是他们开始变得独立了 不再跟你分享所事 也不太关心你的日常 也不太照顾你的情绪跟他屁事 这个时候你就该注意一下了 不过好好先生好好小姐的巨蟹 心肠是很软的 一旦察觉到自己有分手变心的可能 在对你冷漠的同时 他也会出现了补偿式的温柔 会做出一些暖到让人起唧鸡鸡的举动 可能对你比平常还要好一些 因为他觉得你好可怜哦 我快要离开你了 恋爱中的狮子可是非常可爱的哦 很会撒娇 而且真的为你奉献出一切 不过一旦想要离开 过去的溺爱就变成绝不宽淡 他们不会隐藏 不会逼自己继续跟你相处 因为就实在太痛苦了 严严严不好 宁可去外面制造一堆麻烦 来让你气到吐血 比如说你最讨厌他跟谁出去 他就偏偏要跟谁出去 或者是开始变得很无礼 没有礼貌 没有耐心 臭脸 样样都来 而且他真的很怕你没有发现 你没有发现的话 他会比你更焦虑 处女座其实不论爱不爱你 他都会挑剔你 可是相爱的时候 他可是会假装或粉饰一下 这是为你好啦 这样做比较好不是吗 加油哦 让你觉得他凡事要求 好像也没有那么的讨厌 而且是关心 可是不爱的时候 嫌弃 厌恶之情 溢于言表 因为在他的心目中 你的所有的小缺点 小毛病 通通都会放大 变得东闲西闲 甚至会带有恶意的挑衅 你是不是太傻了 所以连这个都不会 简单来说就是花式找茬 谁都不想当那个开口分手的人 所以咯 处女座就用这个方法来暗示你 你真的很糟糕 牡羊座的直率 让他们超不会撒谎 他们如果爱你 行动上就会热烈地呈现 24小时都跟你黏在一起 而且一定要放闪 分手这件事情 他们也会忍不住 不过他们不会直接了当地说 我不爱你了 我要跟你分手 那在直球对决的前面 他会先用逃避敷衍的方式 说话反反复复 或者是撒一些很阳村的谎 你一听就知道 怎么我奶奶生病了 我们家小狗需要怎么样 那这种把责任 往别人身上推的谎 一旦出笼 那就表示他已经不在乎 在你面前是什么形象了 你认为他怎样 无所谓 赶快分手吧 要么就是对你脾气变得很差 对你失去了耐心或同理心 亦或是变得非常的冷漠 冷处理 保持距离 这也是警讯 他也会用小动作来反映跟你的距离 以前跟你还很好的时候 上厕所可能是不关门的 现在不仅要关门还要上锁 天明的摇摆有时候来自于 他内心对你还有情分 还有牵挂 也很怕伤害到他人 所以他们常常在这个 分手不分手的过程当中 拉扯许久 超级重视感情的天蝎座 一旦爱就是轰轰烈烈的爱 一旦要分手 他们怎么会舍得分手呢 所以他就会天人交战 通常他们想分手 一定有他们再也不能忍受的原因 可是想起了当时的轰轰烈烈 他又有了很舍不得的理由 所以他就变得阴阳怪气 脑海中动过几百次想分手的念头 又无数次的把自己拉回到感情里 这样的他们表情管理都做不到位 很容易就被对方察觉了 不过此时此刻就等一个变数出现 也许是他终于出现了真正喜欢的人 或者是你做了太过分的事 终于让他下定决心 那一刻来临之前 天蝎座都是阴阳怪气的 双鱼座的浪漫就是在他遇到 把所爱的人的时候不断地规划他们的未来 我们要结婚吗 我们要生几个孩子呢 我们会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呢 当他不再谈论未来 就该换你担心了 双鱼的感性到了分手的时候 一样很适用 就算想分手也很容易心软 甚至想要来一个分手之旅 一起看飘落的铜花 或飘落的樱花之类的 而且他也很害怕你从此一蹶不振 伤心的不得了等等等等 所以他想分成功 还得经过自己勒索自己的过程 而且双鱼超级大动作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感情状态 所以他也许在外面已经宣称 他可能会分手了 这些都是想分手的情绪 不合则散 其实也是创造未来两个人幸福的一个开始 所以分手的伤心 我觉得我们要慢慢学会 用看懂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它 而不要永远觉得 这就是自己被否定的过程 分手只是两个人不适合 所以分手 而不是我们很差哦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心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